好 马上要颁奖了 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 动画节目奖 我相信动画节目奖 就像父母教育孩子一样的用心 他们透过动画或者是趣味的节目设计 传递了教育的精神 让我们来看看动画节目奖入围的勇 动画节目奖 入围的友 小儿子 孟田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在我心目中 他已经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孩子 吉娃斯爱科学 飞蜀学校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援京国际有限公司 第五十四届电视金钟奖 动画节目奖 得奖的是 小儿子 改编自洛宇君的文学作品 自然纯真的文本 从戏锁的日常 传达了简单却深刻的家庭温暖与亲情之爱 搭配节奏轻快与夸张诙谐的动画表演 充满恐惧 带给观众平时中的真诚与触动 也欢迎我们的句子好不好 谢谢 谢谢评审 那我首先要先讲的是 谢谢三弟能够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时刻 这个动画的创作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最大的一个推手 在小儿子的动画最大推手就是 树立妹执行长 孟天的树立妹执行长 我要非常感谢他 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鼓掌好不好 谢谢 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小儿子 就没有动画的产出 那我们平均一个 一集短短的一个影片 大概做两到三个月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 我们也做了大概两年 那也希望这能够持续下去 那二来我要感谢的是 我们的原著 洛宇军老师 小儿子这本书实在写得太好了 他写的是家庭的跟孩子的故事 那我们把它改编成一个 非常幽默好玩的一个动画片 那至今已经在全球 已经入围了52个影像 那今天很谢谢 今天晚上又再添一个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今天一定要念一下名单 谢谢那个 施宇 还有子龙 还有子龄 那我们的音乐 子龄 现在虽然都幕后了 但是长得都很漂亮 不输现在现场的这些大明星 那我们要谢谢那个轩宁 还有那个曼轩 那她是我们的幕后配音员 所以她们的小儿子 还有妈妈 还有大哥哥 的片影员 谢谢 还有一方 那录音 益成 静荣 动画 谢谢 欣平 顺文 凯庭 文景 庭心 罗倩 曼宁 宗益 曼云 家增 秉 宇亭 亦翔 还有最后感谢是我们北一达的动画系 还有音乐学成 还有所有有帮助过这个影片的所有的一个朋友 那谢谢三帝 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